在保险市场里 每两张新保单 就有一张是投资型保单 热门程度可见一斑 购买这类保单 如果没仔细看内容 就会衍生纠纷 苹果新闻网提醒民众 三大美港避免上当 投资型保单大致分成 便额万能受险 和便额年金保险两种 以便额万能受险来说 保险公司会先收一笔目标保险费 分六年收取 第一年跟第二年 收取55%至60%不等 第三年收25% 到了第六年才开始不收 可见这类前置费用成本很高 投资型保单还有其他费用 像是保单管理费 每月收取100元至150元 此外还有危险保费 也就是保险成本 依照被保人的年龄 性别 体况来收 这些隐形成本都要算进去 投资部分会依据投资绩效而变动 但要注意投资风险盈亏自负哦 业务员推销保险时会告知 投保率最高几% 他们不会说的是 市场波动剧烈 需要承担景气下跌的风险 另外以便额保险来说 可算是死亡保单 保护要申雇后财保本 想提前解掉 不但要负担解约费用 解约当下的报酬率是好是坏 也没人能保证 投资型保单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保障 如果以投资效果来看待 结果恐怕会失望 保护也要主动了解权益 避免在投资亏损时 才惊觉事态严重 引发争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